走 第一是 木鱼公 第二是 柔翰睡觉 第三是 龙盘玉树 星人子路 回首望月 仙人藤芸 仙人藤芸 童子代官音 清如燕 双龙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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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怎么样 大家看着怎么样 瞬目结舌 只有两个月的 本来身体还不好 所以我是觉得值不值得 真的值得 其实他母亲 这个时候真的是得到一个宝贝 是不是 你看每天本来都是 牛鼻涕 咳嗽 吃不下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那个利落的状况 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 真的非常值得 那尤其是像那个能够把那个气 运到一点 去做这个玻璃的突破 那这个其实它是 等于是我们的金石锁制 玉石围穿 那讲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到那个程度有没有 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我想我们再给他们热烈掌声 那我帮我把我们这边今天 我来讲的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下 然后我给各位示范一下子 就是比较 里面其实有一个工法是 从少林内经与子禅过来的 我也是少林内经与子禅的 迪传的弟子 很早的 大概二十多年前 那我把它稍微变异了一下 变异了一下的时候呢 他去谈很有效 我记得大概二十年前我在 那个台大 台湾大学 他那个传统医学社 他们请我去教 我教他们那个热身法而已 有两个学生啊 就一直吐谈 一直吐谈 一直吐谈 我就看得很高兴 大概吐了两个月以后 没有谈了 然后他怎么样 我跟各位报告他戒烟了 那我们知道 年纪慢慢大 那个谈影了 老年人都会有什么 有些谈 是不是 那有一些谈的时候呢 我们从底下 让他的气往上 他本来是挤牙丹田 是有一个动作 然后这边从阴爪 然后你去向上 这样打出去的时候 我们那个 然后那气呢 向上冲 我自己念一念 我觉得蛮好的 我跟那个王瑞霆师傅啊 我们那个时候 每个六十几年的时候 刚开放的时候 七十几年 我跟他两个交换 我就跟他讲说 他回去考虑了一个多月 他才答应我 我说你所有的工法到我身上 就完全解密 他们就回去开会了 因为早期还是 这是等于是 需要怎么样 留一手的 我不能跟这边讲 但是我的个性就是 讲真话教真功 而且我都觉得 这都不是我们的东西 都是上天的 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那不应该由我们 留一手留掉 他可以再有一个 组织性的一个去教学 按部接班 按这个 一步一步的去教 但是绝对不能把它作为 密传私传的东西 我的个性如此 所以他们后来 那个去开完会以后 他决定了交给我 交给我 大概半年 我就在台湾里面公开了 因为他们还是很高兴 我就觉得中华文化有希望的 不然的话他不高兴 我就很头痛了 他怎么样的做法呢 是这样 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 他两个手一抓 大扩胸吸气 然后下来的时候呢 往上 就这样 然后 吸气 我们要不要站起来试试看 试试看 好不好 我跟各位讲 台湾把传统的一些做整理 有一两项 有几项 十几项 都很好 然后现在就跟大陆做整 那真的是不得了 尤其我们看到大陆的 真的是博大金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把它做为身体所上的使用 你看 第一个扩胸 然后呢 从下往上 嘿 嘿 先用嘿的好不好 然后再来 吸气 嘿 嘿 吸气 嘿 吸气 嘿 然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地方花气 好 好 吸气 嘿 吸气 嘿 吸气 嘿 好 再来用这个地方花气 好不好 试试看 这地方稍微出力 吸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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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然后不要嘿出来 用嘿 试试看好不好 他那个弹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发觉到你很难有弹 试试看吧 用这个地方的气 然后我们再试试看 不要嘿好不好 黑是前面念 在家没关系 半夜不要嘿 好 然后来 吸 嘿 诶 有的有的 吸 嘿 吸 嘿 这也是少林宫啊 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师傅 那个 知道知道 第二个 其实我们的忧郁 多半都在这个地方 以闽南话讲 就是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CPR的老祖宗 我们这样敲 这样敲以后 它怎么样 它花的音是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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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地方的气 就是CPR的老祖宗 再来呢 把手拿高 轻轻的多敲头 这个地方想太多就忧郁 然后都想正面的 今天我们大家 有机会跟少林室的监约 监约不得了耶 他就很 这个不得了的 他把手 能够跟他做这样的一个 晋升结缘 我们 有没有福气 有 很有福气啊 是不是 而且我们等一等 还有呢 那个 中研院我们有那个 王维工教授 来教大家的健身 有没有 这一些 我们有没有福气 有 我们都往这方面讲 好不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请坐下 那我请那个 我们那个 左锦太 是这个 一金 这个 达摩一金金 好不好 那我们请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热烈的掌声